哈喽,大家早安 今天我们来看一盘高段班同学的对局 黑棋是五段的小朋友 白棋是六段的小朋友 下到这边的时候,双方都下得还不错 然后黑棋这一步棋呢 看起来就想要围比较大的地 这种下法的话,风险比较大 因为把实地先让给对手 然后自己能够围多少呢 是比较不确定的 但是没关系 小朋友通常都想要尝试围围看 能不能围到更大的地盘 那我们先来推荐一个比较稳妥的下法 让左边这颗棋子呢 先取得一点根据地是不错的 然后在这样下的时候呢 就可以减少白棋的角地 然后自己在下面也获得蛮多根据地的 所以这种下法呢,会比较推荐给黑棋 我们回来看实战 白棋这一步好棋 取得了很大的角地 而且对将来破坏下 这部点三三也蛮不错的 现在我们来看黑棋的下法 他想要把白棋关在里面 然后成功了 整个白棋都被他封在脚上 但是这个下法 刚刚这边多推了一手 让白的更快取得了角地 应该怎么下才对呢 这一步推是帮助白棋的下法 比较不需要 我们来看正确的下法 同样是把白棋关在脚上 然后白棋的脚地就更小了一点 因为这边少了一个白子 那么为什么黑的不这样下呢 黑棋可能是怕这个冲 然后挡的时候呢 白的就可以这样子跑出来 黑的可能是在担心这个 其实呢 白的冲的时候 黑的可以打这一步 白的粘的时候 黑的再挡住就好了 白的还是跑不出来的 刚刚黑棋打的时候 白的如果冲的话 被黑的提掉 这样子白棋就非常不好 因为黑棋现在右边这块地 变得非常的巨大 而且很坚固 白的这个L型呢 还没有火干净 冲出来没什么用 这个是黑棋领先很多的下法 所以黑的应该直接这样 把白的封住 下成这样子的话 白的有可能会来破下面的地 其实以全局看起来 还是白棋比较好下一点 实战下成这样子的时候 白棋的优势比较明显 那下一步黑棋下这里 是比较重大的失误 因为黑的在这边 落了一个后手 是完全不需要的 黑棋明显应该要直接来 围地才对 白棋这样子来破地 并不是很好 因为呢 破的比较小 但是因为全局 白棋领先比较多 所以这个地方小小的失误 也没有关系 还是白的比较好 现在黑棋最厉害的下法 应该是 从上边这样来压迫白棋 白的上面就没有什么希望 围地了 然后黑的慢慢地扩张 这是最好的下法 实战下这里 白棋尖这一步是好棋 那这个时候 白的只要在中间这一带 随便找个地方下 黑的就会感觉到 有点难围 因为怎么围呢 围起来好像实地 还是比较不够的 白棋这样子来破地的话 可能有点太深入了 黑的从上面这一带来进攻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来 上边就比较有希望围到 更多的地盘 不过白棋这个攻击的方向 是从这里 哦 黑棋 应该是说黑棋攻击的方向 是从这里 那现在白棋42这一步也是好棋 黑棋呢 嗯 没有什么太厉害的进攻方法 最强可能是碰这一手 然后这样子来猛攻白棋 或者是直接先不理他 从外侧慢慢的大包围 那白棋如果防守的话 黑棋在用刚刚的方法 或者是从右侧 准备威胁一下白棋的弱点 然后慢慢的围地 实战呢 黑棋这样子压迫白棋 然后想围地 但是白的推这一步太舒服了 现在黑棋就感觉很明显的实地 比不上白棋 局面很困难现在 哇 结果白的真的是太过分了 黑的地已经很少了 白的还要继续来欺负他 没有必要这样下 白棋可以从这里很坚固地推一手 然后跳出去 这样白棋的优势就非常的巨大 黑棋反棋非常棒 这是黑棋好机会 下一步棋呢 黑棋应该要直接板出来 不用担心这个断点 反正就跟白棋拼了 大概下成这样子 看起来黑棋呢 有一点点机会 不过还是白的局面比较好 实战黑的黏这一步是比较大的事物 白棋形状变得很好 虽然是分段了 可是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棋两块棋 下面这一块 跟上面四个子 这两块棋的路呢都很宽 黑的很难抓得到 白棋下得很棒 因为黑的破洞比较多 所以就真的抓不到白棋 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反而黑棋呢 自己上面这几个棋子呢 变得很弱 会被白棋进攻得很惨 这部黑棋的话 因为之后呢 这附近有一个点手 可以威胁白棋的断点 基本上呢 白棋防守得非常好 所以黑的后来也找不到什么机会 黑棋这一盘就输了 我们从这一盘也可以看出来 想要围中央的地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喜欢围中央的小朋友 以后要更加小心 多多加油咯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